Hello 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在日本打工打工,我们又休假了,朋友们哈,又休两天假,又是美美的两天,今天是周六,明天是周天,会设呢,又放两天假 日本这边呢,外边下雨了,所以呢,今天中午起的比较晚,今天呢,刚起床,给大伙看看中午吃什么东西 刚才呢,在这边的厨房,把我中午的午餐给做好了,今天中午要喝点 大家看看,这就是我中午的伙食,这几天呢,喝的有点多,朋友们,我这个酒链还也不行 给大伙看看哈,烙了一个饼,油饼,烙了两张油饼 做了一个酱爆的鸡针,圆葱,辣椒面,酱爆鸡针 今天中午主要的这个东西是这个,朋友们哈 喝点这个白酒,然后呢,还有一罐啤酒 这个呢,是饮料,今天中午 就是,就弄点它,这就是我中午的伙食,朋友们 刚才给大伙看的呢,就是我今天中午的伙食,朋友们 因为日本呢,休假日特别多 像我们工厂呢,每个周的周六周天呢,基本上都休两天假 所以呢,一个月的假期,假在一起呢,八九天七八天多的时候 有可能都十天假 这就是我现在在日本打工的一个现状 就是因为休假日比较多嘛,所以就是一到休假日的时候 我基本上都会喝点,我这个酒链也不行,喝的少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,喝的还稍微多一点 现在感觉就是喝这么两罐的话,基本上就晕乎了 哈喽朋友们,我要开吃了,我是在日本打工的阿峰 如果就是大家有什么不懂的或者想了解的 可以在平台的评论区里把勾论留言或者私信给我 我们下期见,拜拜